贝尔是美国著名的发明家和企业家,发明了电话机、测量听力的仪器、巨型风筝、水翼船等。 贝尔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,自幼受到其祖父与父亲的影响,对声学和语言学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。 18岁时从事聋哑教育工作,26岁时被波士顿大学聘为教授。 1877年,由贝尔、华生、桑德市、哈伯特四人组成了贝尔电话公司,以出租电话机和电话线的方式为一些家庭安装电话。 1922年贝尔离世,终年76岁,贝尔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推动了人类通讯事业的发展。